6月14日 神要祝福你多少 耶和华必在喜悦你 降福于你 生命记30章9节 神并不另于祝福我们 神的恩德包含了一种切望 祂不会等待我们来靠近祂 祂来寻找我们 因为祂乐意对我们行善 神没有在等待我们 神正紧紧随着我们 事实上 这正是诗篇23篇第6节的字面翻译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 神喜好诗怜悯 我再说一次 神喜好诗怜悯 祂向他百姓寻善的意愿 是毫不犹豫 毫不迟疑 也不是试探 祂的愤怒是在一个坚硬的安全所下释放 祂的怜悯却是容易被触动的 当神从西乃山下来对摩西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出埃及记34章6节 这正是他的意思 神从不易怒或是急躁 他的怒气绝不是一触即发 他反而是有无限的活力 带着无边无际的热情来展现他的喜悦 这对我们而言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我们单单是为了应付生活 就需要每天的睡眠 更别说是要凡事兴盛了 我们在享乐中有起有福 我们在某一天会觉得无聊沮丧 又在另一天感到充满盼望与兴奋 我们就像一个小小的热泉一样 不稳定的有时缠缠而流 有时飞溅四射 有时突然爆发 但是神就像是那壮大的尼加拉瓜瀑布 你一边看着他一边想 在如此的冲力下 怎么可能年复一年的流动着 神像我们行善就是这样 他绝对不疲倦 也绝不会深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